香气话 丑小鸭 丑小鸭 农场里鸭妈妈正在孵蛋 慢慢的蛋壳开始裂了 蛋壳开始裂了 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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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们一个接一个的炮开了 嘎 嘎 嘎嘎 鸭宝宝们一个接一个的出来了 最大的那颗蛋 最后才裂开 啪 啪 啪 鸭鸭 新出生的小家伙跳着 它长得个头又大又难看 你这个小家伙 个头也太大了吧 跟别的鸭子长得也都不大像呢 难道你是一只火鸡吗 第二天 鸭妈妈带着宝宝们去游泳 小鸭妈一个接一个的跳进水里 它们都有的很好 连那只臭小鸭还不例外 嗯 它不可能是一只火鸡 它游泳游得那么好呢 农场里的鸭子看到这只臭小鸭 大声上道 哎呀 看那个家伙 长得真难看 有一只鸭子在丑小鸭的脖子上 着了一下 别欺负它 让妈妈说 它又没做错什么 可怜的丑小鸭 因为自己跟大伙 长得这么不一样 它感到很伤心 最后 它决定逃跑 离开农场 来到一片湿地 秋天到了 天气渐渐变了 有一天 它看到了一群漂亮的鸟 它们的羽毛是白色的 脖子很长 它们是天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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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鹅们正要飞向更短活的地方 它们飞到高空中 说小鸭想要飞起来跟上它们 但却掉在了水里 珍惜吧 我能和它们一起飞啊 冬天来了 准备开始结冰 头小鸭躺在了雪地上 也照着冬天的寒冷 终于冬天过去了 春天来了 天鹅们也都飞回来了 真希望我能和它们一起飞啊 不过 我长得这么难看 它们肯定不会喜欢我的 头小鸭低下了头 它看见自己在水里的倒影 这时它看到了自己在水里的倒影 它看到了自己在水里的倒影 它已经不是那只抽小鸭了 它变成了一只漂亮的天鹅 它变成了一只漂亮的天鹅 当我还是一只丑小鸭的时候 连做梦都没想到过 会是这样啊 年轻的天鹅感叹道 它可是天鹅中最漂亮的那只呢 它可是所有的天鹅里最漂亮的那一只呢 准备 开始 小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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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啪 啪 一个进一个的小鸭子 有人打断了你 等他进来 帮人看妈妈 看这儿 帮人看妈妈 看我这儿 好了 准备 开始 来 嘎嘎 来 说嘎嘎 来 嘎嘎 然后 看这个 再有 做梦 宝贝